有在三度空間裡面這個統一問話嗎? 我先問你喔 他的S結句是多少? 3吧 他是不是通過300這個點 對吧 所以他通過300這個點 這個點叫做A點好了 叫做3.0 好 然後 他會通過020這個點 他的Y結句是2 所以他會通過020這個點 來這個叫B點 來他會通過020這個點 好 然後接下來我要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問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 來31號 平方31號是誰 還是是晨星嗎? 來晨星我問你喔 請問你 他跟Z軸有沒有交點 這個平面跟Z軸會不會碰到 他有沒有立結句 有還是沒有 沒有對不對 他沒有立結句 因為S如果令他是0 Y令他是0 Z不管令他是多少 這個等號永遠都不會成立 對不對 簡單來說 同學我給你講 等一下你所畫出來那個平面 他跟Z軸 其實是什麼關係 他跟Z軸 根本就是平行的 畫出來的平面會通過這兩個點 但是他完全不會碰到Z軸 你懂這個意思嗎 我現在可不可以徵求一位同學上來的話 你畫一個平面 通過這兩個點 但是他不會碰到Z軸 那個平面會不會畫 1號同學 你可以幫我畫畫看嗎 來謝謝 你畫一個平面喔 通過這兩個點 但是不會碰到Z軸 那個感覺是什麼 你畫畫看 對對對 非常感謝 謝謝 來同學你仔細看喔 他這樣畫對不對 他這樣畫對阿 你看嘛 這個平面通過A點跟B點 然後他是平行Z軸 他沒有Z結句的 你有感覺嗎 他是平行Z軸 你把它寫到旁邊 這一個平面T喔 這一個平面T 其實他是平行哪一個軸 他是平行Z軸 可以嗎 他平行Z軸 而且這個平面T 其實他跟哪一個平面是垂直 他跟SY平面是垂直 OK 來 目前為止 請問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沒有問題吧 來看一下 可不可以啊 講到這裡OK嗎 講到這裡如果OK的話 接下來我要談一個新的東西喔 來這個一樣 寫在你的筆記本上喔 課本裡面也有 接下來我要談幾個 特殊的平面 不要聊天不要聊天 來快點跟著寫喔 OK 特殊的平面喔 我們知道空間中的平面有無限多個 對不對 那比較特殊的平面有三個 有沒有同學知道是哪三個 比較特殊的 來我問梁家俊喔 梁家俊我問你 你覺得特殊的平面是誰 比較特殊的跟人家不一樣的 是哪幾個平面 比較特殊的啊 這種都是一般的平面有沒有 比較特殊的平面是什麼平面 像那個啊 這個叫什麼平面 SY平面嘛 S軸跟Y軸所張開的那個平面啊 那請問你還有什麼平面 YZ平面嘛 對不對 這個也是平面啊 然後還有什麼平面 還有ZS平面喔 這三個平面是比較特殊的 只要是平面都可以找出他的方程式 我現在要去推他的方程式給你看喔 這個東西其實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我們先把 坐標軸先定出來 來這個D軸 來這個S軸 這個Y軸 OKOKOK 慢慢教喔 好 同意你知道SY平面在哪裡嗎 由S軸跟Y軸所張開的那個平面 叫做SY平面 你懂我的意思嗎 S軸跟Y軸 其實平面是無線延伸 你懂這個感覺嗎 平面是無線延伸 由S軸跟Y軸 所張開的這個平面 叫做SY平面 我們以前的課程裡面 一直跟同學強調 要找到平面的方程式 一定要先知道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平面上的一個什麼 一個定點 然後再來 第二個東西 就是這個平面的什麼向量 的一個法向量 對不對 好那現在我來問一下班上同學 如果要你在SY平面上找一個定點 你覺得找哪一個點最簡單 000 他是不是一定通過原點 所以來這個定點 我們就找000 這個沒有問題 那你會說 老師那法向量呢 法向量更簡單 來看我這邊 這個是原點 來原點 我們給他一個名字 叫做O好了 你在地球的正向上找一個點 這個點如果叫做A點 這個A點 我隨便取 假設這個A點 桌標叫做001 請問同學 這個OA 這個OA OA向量 請問你 你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OA向量 跟這個SY平面 有沒有垂直 有 因為這個向量顯然 我這樣畫 他是不是跟Z軸是平顯 對吧 Z軸跟SY平面是垂直的 所以這個向量 就可以來當我們的法向量 所以我們的法向量 其實我就找誰 我們就找這個OA向量就可以了 那這個OA向量就是誰 就是00多少 就是001 好 那一切的準備工作都就緒 法向量已經有了 定點也有了 法向量有了 叫001 所以這個平面的方程式 就叫做Z 檔於多少 Z檔於K 對吧 他的SY的係數都是0 對不對 所以就Z檔於K 再把000帶進去 結果發現 你的K算出來是誰 K算出來就是0 所以這個平面的方程式 就叫做Z檔於多少 Z檔於0 還有 SY平面的方程式 叫做誰 叫做Z檔於0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而且同學這個結果 有沒有很實覺 有啊 你看嘛 這個平面上的每一個0 他的Z座標是不是都是0 沒有錯啊 他的Z座標永遠都是0 他的S座標 Y座標會隨著你這個 你的點的位置而改變 但是你的Z座標永遠都是0 這就是他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所以SY平面的方程式 就叫做Z檔於0 這個很簡單吧 跟你國中學的那個 S螺的方程式 叫做Y檔於0 是一樣的感覺嗎 對吧 這個 那種感覺是類似的 好 那現在我要問同學 SY平面的方程式 叫Z檔於0 他請你YZ平面的方程式 叫做 你猜猜看 YZ平面的方程式 叫做誰檔於0 S檔於0啊 那ZS平面的方程式 叫做誰 Y檔於0 考試如果他要你去推這個方程式 那我跟你講 你就用同樣的手法 先找定點 再找法項量 然後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那這個結論也非常簡單 這樣可以嗎 OK稍微看一下喔 到目前為止 有什麼問題啊 三個特殊品面喔 OK 可以喔 你又怎麼啦 你又怎麼啦 彎子落毛 為什麼我單人都來上課啦 不然你是希望大家都請教 今天9月快樂的星期六 你們班這節課是我最後一堂課了 上完之後我就緊鬆了 也是我們最後一節課 今天本來不用上課了 對 啊 你們第四節什麼課 語音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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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有很自呆嗎 他叫我第一點是什麼課 叫國防 喔國防 所以這節數學課 造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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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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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叫做 好了啊 還沒有好熱 還沒有要問 哎呀 下一天就走 不要再冷氣了 好啊 我現在才發現 哎唷 幹嘛啦 哎唷 哎唷 幹嘛啦 前半身一個 我怕塞黑啊 怕塞黑就擦塞就好啦 你趕快樂 你看我們都聰明都穿短袖 真的太跳了 太跳了 來這個 我們今天要整個最後一個主題喔 把它寫上去 我們要介紹平面的結局式喔 來這個 以前都學過喔 現在只是內推而已喔 好 來 我先來複習一下喔 結局式是什麼 你不要跟我說你忘記喔 因為結局式以前我們有學過喔 我們以前有學過結局式 但是我們以前學的是 直線的結局式喔 我想想看喔 怎麼幫你複習呢 來我畫一個圖好了 我們以前學的結局式長這樣 這個叫Y軸 然後 然後這是S軸 如果他的S軸距叫做 來這個叫做30 然後Y軸距叫做2的話 所以這個點桌標叫做02 遲到S軸距跟Y軸距 然後這條線我們可以馬上怎麼樣 可以馬上把這條直線畫出來對不對 這條直線 就可以畫出來 然後這條直線他的方程式喔 來這條直線他的方程式就可以怎麼寫呢 來他就可以寫成什麼東西 加上什麼東西 然後會等於 我要請教一下班上 還記得這件事情的同學 我覺得我來初心喔 來請問一下這個 翁子妮小姐13號在哪裡 翁小姐我問你喔 在我們以前的課程喔 他的S軸距是3Y軸距是2 這是一條直線喔 那請問你他的方程式要怎麼寫 什麼S 什麼東西加什麼東西等於 這個地方要寫什麼 這個地方要寫什麼 這這裡要寫什麼 這裡要寫2X 那上面要寫什麼 好 對 他的S軸距是3喔 S軸距就是他跟S的交點的S座標 這個3叫做S軸距喔 這個2叫做Y軸距喔 那這個方程式要怎麼寫 什麼加什麼等於1 還記得嗎 這個 哪個 什麼分子什麼的 對啊 分子 什麼 Y分子什麼的 你是說S要放下面是不是 還是S放上面啊 我再抽一個 沒關係 這個 其他同學也繼續吃 心持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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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持我問你 這個要怎麼寫 哪裡 在這裡寫什麼 這裡要寫X 是嗎 這裡要寫3 沒錯這裡要寫3 那這裡要寫什麼 這裡要寫2 那3的上面要寫什麼 X 那2的上面要寫什麼 Y 同學這個叫解鋸式 3分之X加2分之Y等於1 同學這是一條直線喔 而且這條直線 它有沒有通過30這個點 30這個點帶進去 3跟3約掉是不是1 0帶進去這也是0 1加0是1 沒有錯 30這個點在這條直線上 0那個這個點 也在這條直線上 沒有錯 這個叫做解鋸式 你這樣聽懂嗎 還記得嗎 以前有學過 這條直線的解鋸式 我看一下 有什麼問題 然後接下來我要問另外一個同學 來下一個同學 蔡惠玉在哪裡 來惠玉我問你 平面上的直線 有結局式對不對 但是我可以直接跟你講結論 有一些直線沒有辦法寫成結局式 請問那些直線 是什麼樣的直線 有一些直線可以寫成結局式 像這個就可以 但是有些直線不行 是什麼樣的直線 牽直線 對 牽直線的話 因為牽直線沒有什麼結局 它沒有歪結局嘛 還有什麼線 水平線也不行對不對 但是還有一種線 什麼線也不行 除了牽直線跟水平線不能寫成結局式之外 還有一種線也不行 什麼線 軸 什麼什麼線 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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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線跟牽直線 都沒有辦法寫成結局式 只有像這種直線 就是可以找出 S結局 Y結局 而且都不為0 這種情況下 才可以寫出結局式 而且結局請注意 結局指的不是距離 結局其實它是什麼 它是坐標 所以結局可以是負的 這樣聽懂嗎 結局可以是負的 到底了不了解 好 那如果了解的話 那我跟你說 現在在三度空間裡面 三度空間裡面 來 同學跟你講 這裡有個A點 叫做300 來跟著我一起寫 A點 座標叫做300 這個地方有一個V點 V點座標叫做誰 叫做020 他的Y結局是2 然後再給你一個C點 來 C點 他的座標叫做004 他的Z結局叫做4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三個點 剛好會怎麼樣 這三個點剛好會 三點不貢獻嘛 這三個點是不是 剛好會張開一個平面 這三個點是不是剛好會張開一個平面 剛好會張開一個平面 這三個點 剛好可以決定一個平面 這樣OK嗎 然後我要請同學來猜猜看 你先猜 這一個平面的方程式 他可以怎麼寫 來 你猜猜看 我跟你講這個是推廣 類推 把以前的觀念 類推到空間裡面 這個平面的方程式 我跟你說 他可以寫什麼東西 加什麼東西 再加什麼東西 會等於 他跟平面上的直線是類似的概念 現在只是把他推過 這樣可以嗎 來那誰要告訴我 這裡要怎麼寫 你先猜 等一下我證明給你看 你先猜要怎麼寫 來 這裡要寫什麼 這裡要寫3 他上面要寫什麼 x 這裡要寫什麼 2 2分子y 然後這裡要寫什麼 z 會等於1 沒有錯 我跟你講 空間中的平面 他的結局式就長這樣 而且你要怎麼說服自己 這個平面方程式 沒錯 這是三元一次式嘛 對不對 對吧 什麼s加什麼y加什麼z 等於1個常數 這是個平面 而且檢查一下 這個平面有沒有通過這三個點 有 300帶進去 300帶進去有沒有等於1 有 020帶進去有沒有等於1 有 004帶進去有沒有等於1 還是有 所以這三個點都在這個平面上 他的平面方程式 真的就長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可以接受的話 我這裡還要問一個問題 來我可不可以請同學 告訴我 這一個平面的法向量是誰 這每個平面都有法向量 這個平面的法向量是誰 我來抽先喔 我來抽 蔡淳如 淳如在哪裡 來淳如我問你喔 這一個平面的法向量是誰 我剛在六班有人跟我說 老師這平面的法向量 不是324嗎 我跟你講不是喔 他的法向量不是324 他法向量是誰 有些人看太快 他以後 法向量 欸 法向量 來 比如說我問你喔 2s加y加2z 我問你他的法向量是誰 2 1 2 是不是看syd的係數 來那現在問同學 這個傢伙他的法向量是誰 看看syd的係數 我問你s的係數是多少 是3還是3分之1 3分之1啊 所以他的法向量 這裡是3分之1 然後怎麼樣 2分之1 然後多少 4分之1啊 我跟你講 他的法向量是他喔 要注意喔 這樣可以嗎 這樣 OK嗎 到底行不行啊 好 我們用數學的方法 來證明通過這三代點的體面方程式 真的長這個樣子 可是以前我們要求這個平面方程式 我們要先找法向量對不對 找說法向量之後再搭配一個定點去寫出這個方程式 我現在用另外一個方法做給你看 來同學跟著我一起寫喔 要求平面的方程式喔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我們把這三個點帶進去 我們先假設這個平面叫做這個樣子 這個平面1叫做 A倍的X 加上V倍的Y 再加上C倍的Z 並他等於出 這樣可以嗎 我不知道這平面長怎樣 我先假設成這樣 這樣可不可以 然後他通過這三個點 就把這個點帶進去 解1VC就好了 來所以我們先把A點帶進去喔 A點坐標是誰 A點坐標叫做300 真的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300帶進去得到 3倍的A會等於Z 3倍的A等於Z 所以你的A就會等於多少 等於3分之Z 這樣寫可不可以接受 我這樣寫你應該可以接受喔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這個V點 V點也把它帶進去 V點就做020 V點帶進去之後 你會得到什麼東西 兩倍的V 會等於Z 所以你的V 就會等於多少 2分之Z 這樣寫你沒有意見 應該也沒有意見 然後我再把C點也把它帶進去 C點的抽標叫做00多少 004 004再把它帶進去 會得到4倍的C 會等於Z 所以同意你告訴我 你的C就會等於多少 4分之Z 寫到目前為止 陶瀔另外意見 可以吧 寫到目前為止可以吧 所以這個平面 我們就可以這樣寫喔 來請看我這邊喔 A叫做3分之Z嘛 所以就寫3分之Z乘上X 然後再加上 同學V是誰 我們的V叫做2分之Z 2分之Z乘上Y 再加上我們的C 我們的C叫做4分之Z 4分之Z乘上Z 是不是會擋多少 是不是會擋豬 我這樣寫你可以接受喔 寫到這裡之後 我問同學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同學問你這個豬有沒有可能是0 我在問的問題你要回答我 這個豬有沒有可能是0 不可能 如果這個豬是0的話 代表這個平面一定會通過哪個點 圓點對不對 但是這個平面 你看 過這三個點的平面 怎麼可能通過圓點 所以從這個地方你就知道 這個豬根本就怎麼樣 這個豬根本就不是0 那既然豬不是0的話 我們就可以等到兩邊都有豬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豬 把它約掉嗎 你要確定他不是0 才可以把它約掉 對不對 對吧 豬不是0 我們就大家都有豬 就約掉 約掉以後 你不就得到你要的東西了嗎 你就得到誰 你就得到3分之X 再加上 2分之Y 再加上 10分之多少 Z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1 這就是你的結局式 對吧 考試如果要你去推這個結局式 你應該也會推吧 這樣做是不是也可以 除了用找法向量的方式之外 直接把點帶進去解ABC出 也是可以的 好 來這樣講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嗎 你們今天要這樣就好 還是要再補充一個題目 休息休息 休息 休息 真的假的 好啦不然你先休息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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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